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7号发出了安全警示 指出说极端分子计划要在莫斯科发动攻击 建议美国民众在48小时之内 避免出席一些大型集会 不过在几个小时之前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声称 已经击毙了计划要对莫斯科犹太会堂 发动恐怖攻击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但目前还不清楚 美国大使馆所提到的攻击 是否与此事有关呢 哈喽 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